女人到三十不只有一个男人的三大表现 现在这个时候不要再只说男人在外面风流快活的话了 女人的日子也过得极为潇洒 在外面花天酒地的场所不乏女人身影 密实寻欢在外偷吃 女人出轨的高峰期是在中年的虎狼年纪 出轨和不出轨有着本质的区别 耐不住寂寞 出轨一次是出轨 出轨一百次也是出轨 作为男人要能明察秋毫 清楚真相 不要被戴帽子还沾沾自喜 猛在鼓里 女人会偷吃 通常有三大表现 帮助你明辨是非 一明里暗里嫌弃你 没事找事跟你吵闹 不管是男人女人出轨时都想给自己找一个 看起来别人可以理解的理由 当中年女人想要红杏出墙时 明里暗里会嫌弃你 在她眼中你一无是处 她总爱拿你跟别人比较 比较的结果就是 别人什么都比你强 什么都比你好 话里话外透露出来的意思就是 都是因为你无能 你比不上人家 给不了她想要的生活 她才去在外面找别人 二 总是借机外出 好像一天天都很忙一样 她爱你的时候 她所有的时间和精力 都在你和你们的家庭当中 现在呢 她总是对你说 加班聚会 出差等等 以此为理由 为借口 到外边去 你真的相信她是工作 是工学聚会 朋友聚会吗 我才不相信我认为她是去和外面那个男人约会去了 去陪那个人了 三 在家和在外面完全不同 在家的时候随随便便的 平时和你出门也不会说要化妆 但是最近开始就慢慢的买各种化妆品和做各种保养 买很多新衣服 但并不会在你面前打扮 而且每次早上和晚上出门 都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再出门 甚至有的时候衣服一天要换两三套 女人有这种表现 只能说明她心里有别的人了 为了这个人打扮自己 而如果只是普通朋友的话 不会这么的在意 只有一中人才会这么在乎自己 在那个人心中的形象 这种表现的表现